哈啰 Outlander的车友们大家下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车种呢 一样是Outlander 2代的 2.4这台是四轮驱动 那这台的话 基本上的底盘已经有做一些强化 比如说刹车的部分 有改了前后都是多额塞卡 然后今天要安装的呢 一样是KT的道路版的避震器 今天的是一样是一般道路版本的 所以前面的公斤数呢 是7公斤的弹簧 237公斤 那预计等一下的车缸呢 会大概落在30伏左右 跟车主原来改装的 KONI的都是一样的车高 后面的话呢就会略高 后面的话原先大概是只剩下两指幅了 弹簧有点疲乏 所以等一下的车高呢 会落在两指半到30伏左右 这个是KIDO的多额塞卡钳 所以基本的底盘改装都已经很升级到一定的程度了 那对操控上来说呢 也会比较安全 那这台车这个星期好像是 礼拜三 礼拜四还是礼拜五 有安装了两台 有一步有跟大家分享 那这一台比较不一样的是 这一台是四轮驱动的 所以后轴的重量呢 稍微重一点点 那KT的一些用料的部分的话 跟各位车友介绍一下 里面的主女友的话呢 是意大利IP的主女友 然后游风选择的话 是日本NOK的游风 Outland的车友有很多都是选择 日本Tim的避震机 Tim的话他的游风呢 使用的也是NOK的游风 那KT的品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前面的上座还有后面的上座 我们都有附 所以即便像这台车是一一年 也许有可能行驶的 假设是行驶的里程数比较多呢 那他的上座有可能会已经寿命差不多 就有可能需要坐太幻了 但是换KT的话就不用担心 因为KT呢 前后上座都有附 这个就是上座 而且所选用的轴承呢 是日本KOYO的轴承 哈喽你好老板你好 那前面的上座呢 我们都有附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在调整阻尼 因为KT的话是除了高低可以调整 软硬也能调整 从这个地方呢 就能够做软硬的调整 顺时针的话就是变硬 逆时针就是变软 从这个地方 Outland很方便 前面很方便 引擎室打开呢 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 那后面的话呢 加工上就会稍微比较麻烦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后面也有多个塞卡 后面也有多个塞卡 前后的自动力道呢都已经很棒了 车底的话呢也有做一些拉杆 还有前面刚刚前面的是信银的那个金鸿大哥家的拉杆 品质也都很棒 这个还有电的spacer 都是有做了一些对底盘安全上的做一些的强化 那内装的部分 要拆的东西还不少 比如说我们需要把它的内饰板拆开 正常来说呢 如果只有拆装避震器 是不需要拆到那么多的东西 是因为呢 我们需要呢 在它的避震器的上座的上方 需要钻一个孔 这边还没有钻孔 已经只有做一个资料 但这边的话呢 右边师傅 因为我们安装这台的车有很捧场 所以我们安装的数量也蛮多的 有做了一个钻孔 刚刚就立刻钻好 钻好之后呢 会做一个延长调整杆在这个地方 直接呢 从这里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 所以很方便 不需要再把避震器卸下来再做调整 调整完毕之后再装上去 有一点很浪费工时 所以呢 从这个地方 钻一个小孔 直接 呃 做一个阻尼的调整 从这个地方就能够做软硬的调整 可以随着自己的需求 那也许有可能换了轮胎 或者是换了 呃 不同的扁平比的轮胎 乘坐感觉不一样 就能够再做微调 哈喽小猪 你好小猪 小猪也是台中 奥人的车友 如果有需要做试程的话呢 可以跟朱永玉小猪联络 小猪这台是不是也是你帮我们介绍的 我们早上的那个安装的压梯回来了 这个是早上安装的那个压梯 那今天拆下来的便器也不是原厂的 哈这个是这个是黄筒的 KYB黄筒 这是KYB黄筒 我们比较常拆到的应该是KYB的蓝筒 黄筒反倒比较少拆 这是套装式的哈 他有配一个lowdown的短胖黄 那再配黄筒 黄筒的话也是 高低软硬都不能调整 只是阻尼纸有比原厂稍微硬一些 算是SPORT版的 那这个铁套的话不论是原厂也好 改装也好 甚至是我们自己家KT的也好 使用寿命道呢都有可能会有稍微有变形 但是这个 它的原厂也好 还有KYB的也好 它的硬度呢 比较低一点 大概会做60度左右 KT的话是做到70度 所以它的变形量会比较少 也会比较耐用一些 那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消耗品 这个是前面的逼电器 所以KT的话呢 前面的上座也有附 然后后面的上座也有附 就都不需要再拆原厂的来使用了 那师傅的话 右边已经装好了的样子 我看一下 右边呢 逼电器 上座都有附 然后后面的弹簧呢 是配置了7公斤的弹簧 所以也是高低能调整 这一台的话 最低大概是能降到 大概一指幅左右 最高的话就大概 三指幅 三到三指半左右 可是KT都能定做啦 之前的话也有车友要到五指幅的高度啊 所以 统身的长度的话 就会因为车友的定制 有做不一样的设定 这个卡钳 紫色的很漂亮 KIT的 正常来说 如果 没有做延长调整的话呢 就需要把 下方的轮胎拆掉之后呢 这个边卸下来 从这个地方再做阻尼调整 调整完毕之后再装上去 所以就会比较麻烦啊 那如果有 有做钻孔的动作呢 就不需要再把边卸下来 所以右后的话已经安装完毕了 刚好这个星期装outlander装的比较多啦 所以食物都还蛮熟门熟路的 速度都还蛮快的 我们来看一下原厂要拆蛮多东西下来 然后最主要就是后后座的行李箱里面的两个饰板 需要把饰板拆下来 轮胎的规格 目前旅圈都还 轮胎跟 旅圈的规格都还是原厂 235558 这车车有也改了很多的 底盘配件了 所以这些 初步的升级的对 安全 操控上安全都有一定程度的加分效果 这里有那个eSpring金虹大哥家的拉杆 还有进气的金属管 等一下就只有剩下一些侧高跟属尼的微调 因为后座的安装会比较耗时 其实就最主要就是要钻孔了 所以如果 车友们呢对KT的变运器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跟 我们KT瑞幸的小编 联络 看要试程也好 或者是对产品有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联络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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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